李宝财当事的这项一爱孤儿的征款仪式,今天上午由他的直属长官黄长青的人抵达金门医药院,把监款金台币三万四千块钱交给医药院的院童吴明华代表接受。 吴宝财当事享年五十岁,是江苏人早年曾经参加抗战跟剿匪,战功检柱,为人公正检朴,移功好义,不幸疾劳成疾,前天去世。 他的伟大情操令人敬佩和怀念。